Lun Sang 老闆 阿爺阿爹 大家早 老闆 老闆 老闆老闆 小慧 因為那麼多的老闆在家裡來的時候 才是要說老闆 老闆 不是要說吃飽 吃飽 要說吃飽 要說吃飽 這不簡單耶 我什麼時候才可以學會 小蕙蕙 如果那麼多的老闆才跟你教 念他就好了 小蕙蕙 你來嘟嘟 這阿嬤齁 拜託你幫我教 因為我教私信 視訊 要跟孫子說話 要跟他講 私信就要你教 好啊 我教你 怎麼弄 這個 我們台東縣政府順應國際的趨勢 考量實際的需求 推出輕盈共居的試辦方案 希望為不同世代的縣民 營造出更好的生活型態 您現在收聽的是 小蕙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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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蕙蕙� 你慢慢開車啊 好 我知道 拜拜 小江幾點回來 大概九點多吧 好 我走了 拜拜 小江 你上班了啊 對啊 我上班了 不要煩 慢慢來 好 我走了 拜拜 透過縣府的補助方案 希望我們的青年人和銀髮族 可以選擇當室友或後處逼 彼此照顧 互相陪伴 這也比較漂亮 對呀 在講講這樣 不錯 很好看喔 真好看 阿姨 這個小姐是你的女兒 還是女兒子 還是女兒子 還是媳婦 是啦 因為政府現在有補助 補助最適合我們的民生日 很久了 乖乖 今天是政府補助 我們女兒子也戴眼鏡 要趕快帶我來 不然這樣 有男生要買菜 也會帶我出去 我做什麼都受傷 很照顧我這個女兒子 很感謝這個小姐 政府出典禮 請老年人幫助年輕人 年輕人關懷長者 陪伴長者 希望能減少一些社會問題 輕盈共居 世代共融 我來看這個小姐 你會不會 有人家 找得到你 你會不會 有女兒子 аст燈 你會不會